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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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在9713 最低在9601 高低点相差了112点 所以昨天我上礼拜有跟大家讲 今天你要化解风险 唯一一条路一定要开高 有没有开高 没有 拍谁 对不对 开低对不对 好 开低呢 往上拉一下下 又几啥 所以我今天会教大家一些方法 你要避开不应该面对的风险 而且我跟大家讲 我还是给大家提醒一下 来 我们请确实拿手板 所以我在上个礼拜我还是跟大家提醒 我跟大家讲什么 这是一个该跌不跌的盘 可能你今天比较懊恼 说怎么会这样子 盘中跌了100多点 可能很多的股票都沙在地板上 因为尾盘又弹上去 你就觉得很可惜 我跟大家讲 这是一个该跌不跌的盘 我就跟大家讲 上个礼拜五跌反而好 结果没有什么跌 今天就先跌了 所以我们的逻辑是什么 我觉得让大家我们再看一次 为什么我这样子跟大家讲 我们上个礼拜五看到什么东西 来 我们请实验师回到电视的画面 谢谢 那礼拜有提出的观点是什么 盘中的一个部分 那一天的航行没有什么跌 可是呢 指标第一个 指标在空房 好 我们请实验师把他拉近一下 好 谢谢 第一个出现什么 卖出的讯号 这个是上周五 5月29号 你看哦 已经出现卖出讯号 在9728这边附近 好 我们再请往下带 而且你看哦 大户的能量 通通都在做空 通通都在做空 所以上礼拜我已经提醒大家 我们根据这两个观点 跟大家讲 礼拜一的行情 不开高 你一定要小心 你看今天盘中 很快的速度啊 就跌了100点了 那算盘中我稍微拉起来 可是如果你的方向错误了 你今天可能会面临到 比较大的一个亏损 所以我们才希望跟大家讲说 我们真的希望能够 运用我们的方法 协助投手朋友 我们的专业 帮助投手朋友赚钱 所以你看哦 今天的行情 我们在透过工具的画面 你把礼拜五跟今天的行情 你把它连在一起看 你就一目了然 真的吗 来我们请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看一下哦 这个是上礼拜五跟今天的行情 你把它连在一起 你会发现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卖出讯号出现之后 你看哦 大户都在做空 今天的大户只有找盘 做多一下下 后面呢 开始转空的时候 行情就一去不回头 就一路的一个往下 所以我还是跟大家讲 行情会重复嘛 对你看 你看运用工具的画面 来那我把这一块把它放大 你就会发现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来你看哦 今天的行情开低反弹再杀低 好我们请设计师往下面把它拉近一下 你看今天的大户又在做什么 通通都是绿色的 对通通都是绿色的 所以你就会发现到说 为什么今天找盘会突然出现一个急杀的动作 我觉得就非常的一个明显 所以我们还是重复一次 来我们请回到手板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上个礼拜 这是一个该跌不跌盘 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行情 今天的行情我们跟大家说 指标在空方 对还是在空方 所以还是请大家 你要偏空做操作 9700进场 今天的高点在9713 你真的空在高点 说真的不应也难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运用工具的方式 而且教学也教得很清楚 目前多空线站不稳 短线上面还是有压力 早盘几叠百点 千万不要被诱多 什么叫做诱多 早盘这一段 我看起来好像很强 压下去 弹上来 好像很强 要往上攻击 为什么 因为那个时候 我这样讲 9点钟现货刚开盘 很多股票 并并丢 往上冲上去 好像很强 你就会受到情绪的影响 想说行情可能会往上涨 可是如果你有工具 你当中看到大戶变化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不太对劲 所以我们怎么跟大家来聊 来我们再请回到手板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早盘的部分 千万不要被诱多 我们在这边 偏空烧烧烧烧 很快的时间 50点 先落袋尾安 短短的 13分钟 快很准 所以你看喔 这个是今天跟大家讲的 9650 50点 13分钟 50点 机会来的要掌握 13分钟 真的吗 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进场 你会觉得说 运用工序的画面 这个是9点12分 9点25分 真的13分钟 机会来你要做掌握 而且你看喔 今天的高低点 100多点 我们再看一下 来我们回到电视的画面 你对照一下 今天的高低点 112点 好 那你去算一下喔 一天的开盘 早上 8点 45分 换我考考大家 早上 8点45分 到1点45分 你看喔交易时间 几分钟 5个小时吗 5个小时就是300分钟 好 300分钟如何 你要运用最有效率的时段 对 早盘那段击杀那段 你要把他掌握下来 短短的13分钟内 你就先把他抓下来 对 那段击杀 是最重要的 不然你看尾盘 你要再做操作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来我们再回到手板的位置 谢谢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今天的一个行行 短短的什么 13分钟的部分 你就先来做一个什么 掌握动作 所以当冲就是要速战速决 速战速决 所以今天呈现的开低 走高 对嘛 再破底的走势 所以我们的空单 高点还是空能漂亮 最近26个交易者 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当冲881点 我们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每一笔都是一口 对那你说800点 听起来没感觉 你把它换算成金额 你就有感觉 上次多少 17万 好多钱 6200块 对那我再讲的是 一口保证金是83万 变成多少 26万 26万 这个是期货当冲 可以办到 那简单来说就是一样 一档股票 如果83块 26天以后 变成260块 你觉得真的也不错 26天而已 大概一个多月 交易日 一个多月而已 而且全部都是用当冲 一笔都是一口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其实风险就没有你想要中那么大 因为有些投票朋友想说 是不是有流仓 或者是我想操作流仓 可是呢 现阶段既然波动会大 那你何必流仓 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节目一直跟大家讲 当冲嘛 原因就在这里 来我们请随时回到手版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说 你运用工具的画面 照着工具就对 最近操作难度 真的比较高 会动来动去 可是呢 有震荡 是正常 手机率来操作 就可以了 我们再持续运用工具 来帮大家来获利 所以800多点的一个空间 我们还是跟大家讲 我们还是接受恐惧 我们希望能够再创新高 帮助大家 来做一个操作 所以你会发现到说 其实期货的操作 没有大家想要中的负债 因为每个人都把行情 哇一定要 一定要压一边 一定要多或一定要空 等到行情看准了 再出手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跟大家来聊 来我们请回到手版 今天跟大家讨论一件事情 每天都做一样的事 怎么会期待有不一样的结果 对可能投票朋友今天还是 蛮可惜今天钱飞走了 真的蛮可惜今天钱飞走了 可是我跟大家讲 什么叫做每天做一样事情 行情会重复 你看今天的盘跟礼拜五 说真的上礼拜五有点类似 为什么我们再看一下 为什么我这样子跟大家讲 好我们甚至回到电视的画面 谢谢你看 上礼拜五的行情也是 早盘先拉高 哇看起来很强 突然又杀下来 真的突然又杀下来 那你看今天的行情 是不是一模一样 你看这个行情 先往上拉 又杀下来 那你看整个工具的画面 对不对 连续两天的行情 你看卖出讯号 上礼拜五出现之后 大户转空 那你知道原来行情 才会出现这样子的压回 这样大概就九十几点的一个空间了 所以你就运用工具的画面 好好来做操作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跟大家来做分享 来我们请回到手板 谢谢 关键时刻 您只能勇敢向前 投票票你不要想太多 关键时刻 您只能勇敢向前 对不对 现在很多投票票还是会担心啊 这个涨跌幅变化 可是你看 运用工具的画面 有没有差 没有差嘛 对不对 你要掌握的是什么 方向要正确就可以 所以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 为什么我们会在礼拜五 这么斬钉截铁跟大家讲 你今天 投票票请您今天一定要注意 礼拜五是一个该跌不跌盘 今天出现押回 可是不代表明天会继续跌哦 你重要是什么 把握当下 对不对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 你运用工具的画面 来 我们请回到电视的画面 谢谢 所以你看哦 这个工具的讯号你看 什么时候就提醒大家 我们给大家来对一下时间 好 我们现在是往这个 左下角我们带一下 时间是5月29号的9点40分 你看哦 上礼拜五 已经提醒大家对不对 大户偏空 好我们再往上带一下 卖出讯号 已经出现了 好我们再拉到全画面 谢谢 所以我直接把行情放给大家看 你看哦 那一天的行情 你看整天 其实到了这个中场 几乎都不太会动 可是你看哦 大户一直在做空 所以我才跟大家讲 你今天一定要注意 因为其实礼拜五跌反而好 因为礼拜五不跌 就延到今天嘛 好那你看今天开低 稍微拉一下之后呢 行情就开始什么 出现押回的动作 所以你看 这样子跌下来 就将近100多点的一个空间 所以你看 掌握到对的方向 像卖出讯号大户翻空 你看今天的行情到了尾盘 到了尾盘 你看是不是 一样嘛 出现什么 收盘跌了七十几点 收盘跌了七十几点 所以给大家一个结论 今天的行情到尾盘 指标在空方 所以你看哦 如果明天要直吻反攻 一样又是一条路 我老师常常跟大家讲 又是一条路 明天一定要开高 我这样跟大家讲 明天一定要开高 没有开高 如果开平盘还是开低 还是空方空盘 对我们的分析都是有逻辑 不是用拆的嘛 你觉得用拆 有可能800多点的绩效吗 不可能嘛 绝对不可能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运用工具的画面 怎么协助大家 所以你看哦 其实每一天的行情都很类似 我们来比较一下好了 来我们请圣验室回到电视画面 你看哦 左边是我们工具画面 右边是一般的K线 对你看到工具画面 你就很清楚啊 賣出讯号 大户都在偏空操作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压回 将近100点的架杀跟空间 可是你看一般的K线 可能到今天这段集叠 好我们请圣验室这边拉近一下 谢谢 对你看到这段集叠 你还是不之所以啦 为什么会这样子跌 可是你看工具画面 我们往左边带一下 你看工具画面 刚好什么 反弹到多空线 大户开始转空 好我们稍微往下带一下 对大户开始转空 而且指标站在空方 当然会出现这一波的一个 急速的一个压回 所以其实期货的操作 它是很细腻的 可是你只要有工具 有方法 有我们的教学 就会跟大家介绍非常清楚 来我们请回到手办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初期才会制胜 初期才会制胜 你就是要用别人想不到的方法 对就是要用别人想不到的方法 来做一个操作的动作 来我们再回到手办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市场只有一个方向 不是多头 也不是空头 而是做对的方向 对所以我不会跟大家讲 你看到行情 接下来都要大跌 我们不会是死空头 可是如果有风险 提前跟大家讲 你今天是在跟你讲跌有用吗 没有用 你要在礼拜五跟你讲 说今天有风险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 专业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 运用工具的画面 你看过去几天行情 温老师只有今天可以来操作吗 当然不是 你看过去的行情 今天礼拜一 我们让大家 你来回顾一下 运用工具的画面 确实可以 让大家很稳定的 来这个操作 跟这个绩效的部分 来我们请回到电视的画面 所以你看 这个是上个礼拜 对 高档的风险 请你一定要避开 賣出去到出现之后 你看 行情开始出现一个压回 大户都在转空 所以我们一样跟大家讲 你运用工具的画面 你要如何避开这个风险 而且上个礼拜五的部分 我觉得 跟大家介绍非常清楚 很多投稿朋友 都来问说 我老师真的 高档的风险 要避开 今天 其实今天你礼拜五 有看到我的节目 今天就觉得 真的 真的 礼拜五 一开始的时候就讲了 真的开戏就讲了 对 我已经跟大家讲很多次了 所以我觉得不要再重复了 所以你要注意到说 接下来行情的变化 那你看 上礼拜五的一个部分 来 我们请回到这个手板的部分 所以你看 这个是上礼拜 有跟大家讲 你要避开追高的风险 避开追高的风险 反而是压低 反弹 你反而可以偏空操作 短线的架杀可以掌握 这边 如果这边去追 一赔又可能又是六七十点起跳 这个不是开玩笑 你看 风险 我们会帮大家避开 你要掌握利润 所以一样 我们这样跟大家讲 来我们请回到手板 一样跟大家讲 这边短线的什么 这是上礼拜五 空单短线架杀做一个操作 所以呢 如果明天会不会今天更好 那您为何不改变 很多的投票朋友就讲说 行情很难操作 可是呢 如果你礼拜五有改变 运用工具画面 今天 你就会觉得原来行情就是在这个样子 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复杂 就是多跟空 你选一边啊 可是你会觉得说 啊弹 爬了爬了爬了 就是压缩边 啊对 都会压缩边 很奇怪对不对 因为你不知道方向 你看到涨就會很想追 看到跌 就会很害怕 所以你看今天我们是在什么地方 涨上来接近平盘的时候跟你讲 你要注意 还是要偏空操作 欸果然如此 今天盘中 跌了快100点 所以你看 当然不是只有这两天 你看过去的行情都类似 来我们请回到电视的画面 谢谢 所以行情不是只有跌而已 你看也会涨啊 对说不定明天就会涨啊 那你要看工序的訊號 5月27號禮拜三 一樣大戶都在做多 所以為什麼這一天會出現開低走高 你再比較一下 這一天的大戶是不是通通都是紅色的 對 都是紅色 所以你再看一次 上禮拜三大戶都在做多 所以會漲 那你看今天的航行 今天為什麼會這樣子走 我們回到電視的畫面 你看今天都反過來了 指標在空方都是綠色的 所以為什麼這兩天的航行會比較弱 所以你就看到工具畫面 可以很清楚的協助大家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禮拜三的航行我們跟大家來聊 來 我們請回到這個手板的位置 所以你看這個是5月27號 禮拜三我們跟大家講 埋進訊號大戶都航行多方控盤 所以你看不是只要放空 該做多的時候還是要做多 對 短線的價差9685 照著工具就可以40點的空間 9645這邊做一個什麼 進場 所以我們就很有耐心 指標訊號出現我們就動作 對不對 9685 40點的空間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哪個地方動作 9645這邊9685 所以這個是過去跟大家來做分享 所以這麼簡單的東西 您為什麼不使用 其實你運用工具的畫面 說真的我們給大家看的航行 我們就希望讓大家一天一天 您把它看清楚 你覺得說認同文老師的理念 你覺得說我們可以協助大家的話 真的歡迎大家來做洽訊 因為我們真的希望今天你可能面臨到很大虧損 說真的我不會跟大家講你這樣不對 因為你投票你虧錢已經說真的就不高興了 對啊 那我何必再刺你 我覺得沒有必要 我們真的希望能夠透過工具畫面 有些風險你可以避開 甚至是利潤你可以做掌握 這個是我們所希望的 好 那你再看喔 一樣都是一樣 來我們請回到電視的畫面 你看這個是5月26號 一樣嘛 為什麼會突然出現急拉 因為有買進的訊號 來我們請攝影師往左下角帶一下 好 謝謝 你看喔 因為有出現什麼 紅色向上的箭頭 所以投票你看是不是一模一樣的動作 所以你看過去的這個 過去的這個行情 你看只要出現買進的訊號 你就會發現到為什麼行情會突然往上漲 來我們請回到這個手板的位置 出現紅色向上的箭頭 所以5月26號 為什麼那天你看你還記得嗎 早盤那天突然好強喔 突然漲了快100點 不知這個為什麼 對不對 可是你看你有工具畫面 你就很清楚 來我們請回到電視的一個畫面 所以你看喔 當漲上去的時候 很多投票很興奮 這邊才想說我趕快來追喔 可是呢 你一追進去 又不對 又跌了六十幾點 所以你看那天運用工具畫面 高檔乖離這個地方 您反而要做一個什麼 調節的一個動作 好我們這邊請拉近一下 你看喔工具的畫面 告訴大家什麼 9704 這邊出現高檔乖離 好高檔乖離 來我們來複習一下 其實你看工具的畫面還蠻簡單 就這幾個訊號對不對 箭頭跟加碼的還有調節 就這樣子而已喔 所以你來看一下喔 來我們請回到這個手板 當你看到這個藍色的三角形 代表什麼 多方剪碼 這個是一對 這個就買進 好那你看到這個呢 就做一個減碼的動作 所以我們才跟大家講說 你那天運用工具畫面 你可以避開一些追高的風險 當網上噴出去的時候 你看到 告訴大家什麼 你要注意你要注意 那邊不要再做追加的動作 所以你看喔 其實那一天的行情 我們跟大家介紹非常的清楚 我們再給大家看一下 來我們請回到手板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5月26號是一天禮拜二對不對 出現高檔關於對不對 拉高的風險你要避開 千萬不要亂追高 對不對 就跟今天一樣嘛 你看往上拉去追 欸就不對了對不對 又下跌了85點 出現壓回 你看有沒有壓回 這邊對不對 追高的風險 你要避開 反而如果你真的要操作的話 這一段的什麼 空單你可以做個什麼 進場的一個動作 那一樣 9700點 剛好跟今天一模一樣 對 40點16分鐘 一樣是冰櫃神數 所以時間不會重來 行情 您要把握 時間不會重來 行情 你要把握 時間就像這個沙漏一樣 欸留走了 它就不會再回來了 對 時間跟行情一樣 你看欸 你說阿威老師今天行情 如果再一次 我一定不會做錯 對啊 大家 大家都這麼覺得 可是如果說真的能夠重來 那就沒有人會做錯嘛 對不對 如果是這樣子大家都皆大歡喜 可是事實是很殘酷的 你運用工具的畫面 就能夠協助大家 一步一步的穩健來做操作 所以你看喔 大概除了今天以外 來我們請回到電視的畫面 你看喔 其實行情都是類似的 買進訊號出現 往上漲 壓回 再往上漲 一樣嘛 5月21號你看 跟今天很像喔 開低 出現 綠色星星加碼空 再出現一個什麼 壓回的一個動作 所以你看 過去幾天的行情 我們都給大家 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在跟大家來強調的時候 明天的行情 您要注意什麼事情 我再給大家來看一次 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為什麼 因為我很擔心大家說 還是不知道 如何做操作 可能還是會面臨到一些風險 來我們請回到手板 所以我們還是跟大家講 禮拜五就跟大家講 該跌不跌的盤 賣出訊號 對還是有壓力存在 所以你看這邊 短線駕駛50點 很快速的一個時間 13分鐘 所以今天到尾盤指標 還是在空方 所以你明天的行情 您一定要 特別的做一個留意 一定要開高 如果沒有開高 行情 還是會有些壓力在 當然盤中的變化 您必須要工具畫面 我們就可以及時的 跟大家來做說明 來我們回到手板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您還猶豫什麼 您跟著工具就對了 這個是您全線開始 拋開過去吧 絕對要來幾千萬 不要氣餒 讓我們一起運用工具 來操作 歡迎大家來做個下旬 那我們就把時間 留給大家 先休息進廣告 馬上回來 時間不重來 行情要把握 趨勢精英決策系統 掌握關鍵獲利點 簡單明確好上手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麥當勞 麥當勞好精彩大早餐 讓早餐變成一種享受 一天從早開始 好精彩 買早安盤餐組 飲料升級 免費送你 年份曲線杯 時間不重來 時間不重來 行情要把握 趨勢精英決策系統 掌握關鍵獲利點 簡單明確好上手 02 2506 6808 02 2506 6808 夢想的起源 全新的世界 即將盛大開幕 We have a new attraction What happened to the sibling She ate it She's killing for sport You got twenty thousand people They have nowhere to go 諸羅記世界 6月10日盛大開幕 超值任務 尋找百元內套餐 差不多 一百元 二五四九六五 一百三一九元 差多了 不得不到一百元啦 但你知道這個魚丸 是用什麼做的嗎 這就是百元內套餐 還是阿拉斯加嚴選魚排 麥香魚套餐 不到一百元 還有多樣選擇 百元有早 要超時就到麥當勞 法國制1899年份 沒錯欸 崩說 買經典套餐 薯條飲料升級 送年份許先杯 We have an asset out of containment We are not in control We're going after it With everything we got 諸羅記世界 6月10日盛大開幕 時間不重來 行情要把握 趨勢精英決策系統 掌握關鍵獲利點 簡單明確好上手 02-2506-6808 02-2506-6808 02-2506-6808 真的會 會有點擔心 可是我跟大家講 你不要想太多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說今天 這個外資如果又站在空房 是不是明天一定要跌 不一定嘛 我們先來看一下 來我們請試試拿手板 你看今天的外資做空4877口 進空單又看到1萬口 你又開始擔心了 那你看一下現貨的部分 現貨賣超了多少 91億 三大法人合計賣超111億 所以你看你就覺得說今天 其現貨同步站在賣方 行情完蛋了 你千萬不要這樣想 為什麼 因為現階段 我其實上禮拜已經跟大家講 它是一個大的區間 它是一個大的一個區間正當 因為畢竟現階段的行情 還沒有達成說 你要什麼崩盤 倒沒有 可是呢 有風險 我們還是要跟大家來講 所以你看為什麼 我們在上個禮拜五 我們再看一次 因為我覺得還是很重要 來我們請回到電視的畫面 謝謝 所以你看上個禮拜五 就已經出現這種 不尋常的現象 大戶都在空 指標翻空 反而沒有跌 所以你看今天 為什麼會出現一個壓回 今天為什麼會盤中跌了100多點 你看工具的訊號 賣出訊號出現 大戶都在什麼 偏向空方的操作 而且你比較一下 對 你一看就很清楚 這樣照時來做操作 將近100點的空間 將近100點的空間 可是呢 如果你沒有工具畫面 你還是會 完全不知道怎麼來做操作 開低拉高 今天是什麼 先開低再做拉高 所以今天請大家 你一定要避開最高的風險 我再講一次 因為其實整個一個行情的變化 為什麼我這樣跟大家講 來 我們請回到手板的一個位置 所以你看 今天我們就跟大家講 指標站在空方 還是要請大家偏空燒 今天最高點在9713 空在高點不應也難嘛 對不對 而且我們跟大家講 短線上面還是會有壓力存在 早盤幾跌白點 對 就這一段啊 今天最重要就是這一段 你這邊 中間11點多想要再操作 其實難度都很高了 最重要是哪裡 這一段 千萬不要被誘多 這邊反而是偏空操作 短短的13分鐘而已 機會來了 你要做掌握的動作 對 操作當中就是要速戰速決 所以呢今天呈現 開低走高再破低 我們空單高點是空很漂亮 26個交易日 881點 你覺得這個不可思議的數字啊 可是確實就是如此 確實就是如此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我們的專業 協助大家 每一天的一個航行 就照著工具畫面 我們好好來做操作 都可以這樣子來做 來 我們再回到手板 所以你看喔 這個航行的部分 最近操作難度比較高嘛 有震盪是正常 可是呢 手機率就可以嘛 你就不要想太多 對 881點乘200塊 已經到多少 17萬6 照工具來做就可以了 所以呢 你每天想說 欸我每天做一樣事情 對 如果你每天就想說 欸我每天就用猜的 那你的結果 也會一樣嘛 所以你是不是想想一下 欸真的欸 如果我方法換一下 結果是不是會不一樣 所以我跟大家講 你看過去的行情 都是很類似 所以你看喔 整個一個行情的操作 接下來的行情 我還是跟大家講 禮拜二 禮拜二明天行情 您一定要特別做留意 來我們請回到手板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成功 或者是失敗 掌握在您自己的手上喔 歡迎大家 來做個下去 謝謝薇扁 感謝你的收看 明天堂一時間與你再會